你的实习经历 你是在一家著名的制药企业 做这个质量研究实习生 对 为什么没有再做这方面的工作呢 当时是检测出来对石油迷过敏 所以自己因为自身的原因 避免不了这个问题 然后所以就难以胜任这样的工作 你现在手里有没有那个药师证 药师证我们是要工作满两年之后才能考试 对 我现在刚刚毕业 敏涵 我看你的那个兴趣特别广泛 未来你到底是想往哪方向走 因为自己是刚刚毕业嘛 然后药学方面的话是有专门学习的 如果有比较意向合适的单位的话 肯定是想要选择药学相关的一个专业 服装设计和平面设计的话 仅仅是作为一个爱好在那 对 因为那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学科 也是需要专门去进行学习的 现在有两位企业家灭灯了 其中之一就是你的意向企业 梅尔木眼科医院 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药房的岗位的 但是我们只要有药师证的 他呢就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我觉得我早点给你灭灯呢 让别的企业家呢多给你点机会 其实很出色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匹配的岗位 我可以抢的呢 这个小姑娘很奢我 挺好的 挺好的 其实你确实要考虑一下 要学到底是不是你真的愿意花时间和花精力 不断去做好的 比方说叶院长现在因为你值大专 学的可能还不够深 也没有相关的资质 但是如果你想达到那一步 你是需要投入精力去专注做好这件事 但你看上去呢 你可能在服装设计 作为一个兴趣 可能比药学更看重 甚至拍短视频 拍一些宣传类的平面 你也可能更感兴趣 那你现在才21岁 其实你不管往哪个方向走都不晚 但是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得告诉我们 你有可能在哪件事上 愿意付出120%的努力 我们才有可能匹配相应的岗位给你 如果是纯粹按照自己的心理想法来走的话 肯定是设计类的工作 我愿意去花200%的努力 但是确实是药学的专业的话 会更加的稳妥 自己可以去尝试 现在还剩下六盏灯 如果他们六位都灭灯的话 别担心 刚才第二现场 曾花表示了对你的欣赏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六位会如何选择 祝贺你 孙敏涵 成功进入到谈前不伤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